王子这是怎么了 金子又来找王子玩了 老规矩 他银子打架 先给银子关屋里 可能是王子太过热情 太小 还不会礼貌的打招呼 我亲亲你 你起玩呀 真没礼貌 你要干嘛 给金子反穿了表情包 最终没忍住 金子利用自己九尖的体型优势 成功将王子压倒在地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刚挨了金子一顿打 王子是怎么也不肯再跟金子玩了 我抱着王子哄 王子扎在我怀里 像个无助的小孩 他哪至于这么娇气 此时那被关起来的银子 听见王子受了欺负 正在愤怒的闹门 金子一听银子急了 直接下出了表情包 最终在我的极力撮合下 不打架 对 对 对不起一下 那就可以给银子放出来了 金子 你们俩现在近在咫尺 要不要下来见一面 金子一听银子要来 立马就往门口跑 没想到没等来老爷 却等来了快递 要快递 谢谢谢谢 放心妈妈会顾着你 好 当银子出来的那一刻 我想金子内心是慌张的 但是银子呢并没有急 反而是出来以后 直勾勾的去找了王子 他俩开始怯怯思语了起来 也不知道王子跟银子说了什么 在一阵沟通后 银子果断就朝着金子来了 你刚才干嘛了 看局势不对 我果断站在金子身边 当金子立威 银子看到我在边上 他也无可奈何 只能迂回着 吓唬吓唬金子 妈妈不在 不早 不可以 行我听话 你拿我没办法吧 今天金子来跟王子见面了 为了不让金子分心 我提前把银子放到了院里 结果金子一进门 王子就开启了恐慌的咆哮模式 估计是他天天看着黑色的银子 突然见到金子的金子不太适应 直接原地下尿 这可给金子高兴坏了 居然还有怕我的狗 然后老爷想抱抱王子 王子直接又一周恐慌 紧接着钻到沙发底下 再也没出来过 看完了王子 我就给银子叫回屋了 哥俩上周刚到了不愉快 为了防止金子再被打 我给银子戴上嘴套 但看起来银子知道上次错了 并没有不友善 所以又把嘴套给他摘了 金子就一直紧贴着老爷和我的怀抱 仿佛在说 抱紧我我害怕 我跟我爸客厅聊天 他俩就一左一右 乖乖趴着 虽然看似和谐 但估计俩狗心里夹起来 得有三百多个心眼 一犯错这傻笑的狗 你们见过吗 我们家小王子 平时总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我很少见他 吐舌头笑的样子 有一次他突然笑着 跑来找我 给我高兴坏了 心想原来我们家孩子 不是一只高冷啊 但是没过一会儿 我就发现 我的跑步机被拆坏了 从那以后 但凡他笑 我总能找到一些犯罪现场 比如乱拉乱尿 打洞 但是他不干这些事的时候 就一脸正经 时刻注意着表情管理 所以说狗狗是真的很单纯 那点小心思全写脸上 他还说先笑一下 他觉得伸手不打笑脸狗 但是有时候是真的忍不住 比如趁我不注意 跑到那去偷吃狗粮 整个头都埋进去了 那一瞬间真的是火爆三丈 那么好吃 哎呀 怎么回事 我要是没胃 他也就算了 主要是他刚吃完 满满一小盆里四种冻肝 狗粮里还有肌肉夹心 吃的小肚子鼓鼓的 他还去偷吃 只能默念 他还小 他还小 偷吃就偷吃吧 反正偷的也是自己家的东西 不能打 不能打 不接龙的 不过有时候 我也不一定能找到 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因为我们家地板的颜色 不太容易发现 他尿还是没尿 一般呢 我会把银子叫过来 帮我闻一遍 就是这了 然后他看到我们找到了证据 尴尬的一下就笑了 来来来 你们猜猜他叫什么 有了金子 有了银子 他不叫铜子 也不叫铁子 人家叫小王子 先说明 这不是银子的儿子啊 我们家银子 连对象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儿子 小王子是朋友送我的 三个月大 小男孩 活泼好动 是个阴影怪 第一天刚接到他 就跟我闹了一路 当然你们猜对了 我老公确实把小王子 当小号恋了 他经常跟我说 银子跟我们一群 小王子我得 太阳成有趣 你是我的小号 我的希望 兄弟 你这个 我也怎么回事 这是证明 他做到了 每天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陪王子 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只跟他好 再说说王子 跟银子的相处啊 这是第一天的第一面 见到银子 他不断不怕 反而很亲切 银子也出乎我的意料 跟小王子特别亲 可能是同品种好相处 也可能是银子太孤独 毕竟没女朋友 没朋友 直接把小王子当儿子了 朋友说小王子 在来我们家之前 就是这样 跟他的亲妈妈闹的 到我家以后 银子也是这样 每天哄着他玩 妥妥的父子俩 你们关心的 银子会吃醋吗 答案是 居然没吃醋 但是一个原则 别跟他抢妈妈 我抱着小王子 银子会阻止 但是也没见他真生气 现在除了喂饭需要我 其他时间 基本上都是银子在看他 他俩一天到晚绑一起 压根没我什么事 白天一起看院子 晚上一起回屋睡觉 我是真省心 不过我发现 小王子最近也开始 对石头感兴趣了 这绝对是银子交的 过两天 再把小王子 带到金子那儿 认一下大哥 学习一下丰富的表情 大家期待吧 小王子已经好几个月 没见过金子了 之前见面 王子还是个小宝宝 那时候因为淘气 还爱过金子一顿打 现在的王子 已经比银子还高了 不知道金子能不能震得住啊 刚见面 我就发现金子气得直哆嗦 王子也蒙了 心想我是怎么你了 老爷瞬间明白了原因 这不是银子 由于银子跟王子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金子应该是把王子 认成银子了 金子总是追着王子 闻来闻去 认证他到底是不是银子 可能还在纳闷 今儿银子怎么那么乖 老爷就反复的跟金子说 遗憾的是 金子最终也没能分清楚 他甚至想借着 今天银子有点乖这个势头 趁机夺回自己大哥的地位 于是 吓得王子赶紧跑 在餐桌下 金子一直试图压倒王子 给王子吓得都跳起来了 感觉王子都快哭了 金子觉得自己战胜了银子 欣慰的笑了 由于金子不分银子王子 莫名把王子给打了 老爷非常生气 怎么就认不过来啊 拿一花锦带啊 王子别生气啊 我好舍 咱不跟他计较 听见没有 不亲王子 要不到时候王子 倒银子 银子过来打你 你看 是不是银子来了 入不得王子是怎么也不肯 再跟金子玩了 躲在卧室里不出来 我看王子也不想跟金子接触 就准备带王子回家 结果老爷居然说 我不其然回到家后 银子对着王子一通闻 他肯定是闻到王子身上 有银子的味儿 然后他俩就开始 窃窃私语了起来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啊 妈咪你看一下 金子刚才是怎么欺负弟弟的 我给银子放了王子 被欺负的全过程 银子明显不高兴了 紧接着就变得暴躁了起来 我给你帮助了 我给你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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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